他会送这玩意 我们的身后就是被网传的神福奇神 八万人口居住的小镇 一夜之间全部都神秘的消失了 到底是网传还是真实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个究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也是有好多车 沙滩车 这三个吉普车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车 这个好像是轻胀车 应该是道具吧 挺薄的 那边还有一点呢 我们身后这个场景 出现的次数最多最多了 刚刚排好长好长的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有一个石油俱乐部 我们进去看一看是什么 感觉这种好有年代感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些墙上就是这个 那是什么 人民政府就职 进去看一看 黑妹应该我们进不去 那里锁着门的铁门 那就不进去了呗 再到其他地方去逛一逛 那里有辆出租车还是什么 走吧看一下 感觉这个车应该年代不久哦 83年到现在 41年了 这个车有40多年吗 不知道 一看就没有吧 顶多20年的车 啥牌子的呀 别克 是不这里有英文呢 你看一下这里面 还有AD盖奶 看到没有 那肯定是游客人这里面的吧 那有几十年吗 不可能 开玩 我们高费版货车的保温箱呢 去哪了 我就是一个车头了 确实啊 完了我们的箱体不见了 黑妹 咱赶紧去找找快点 跑起来 这里是个啥 是个夜市 还是什么 应该是以前卖东西的 超市场啊 鞋有吗 没有 那万一是卖烧烤的呢 哈哈哈哈 你咋不说是卖火锅的 这边西北嘛 那烧烤嘛 羊嘛烤羊肉串嘛 对也是 嗯 哪个大的是把那个车 盘到那上面去了 感觉这盘有点老了 这个 这个被烧了 看嘛轮胎都烧了没了 车漆都已经烧毁了 这里是什么人民医院救治 对啊 感觉还挺新的 这种楼 这就是以前的医院是吧 一层两层三层 除了就没有窗户以外的话 那里写了静止入内 我们就在门口那窗户那里看一看 里面有什么 里面就不进去了啊 真的还挺干净的 这有点凉快 这阴凉的地方好凉快 啥都没有 啥也没有 有两个柜子 那里有一头奥里给 都已经干了 走了 走吧 我们也转着出去呗 这整体就这么大 也基本上灌完了 还有啊 我看网上面传的 就是说这里在1983年的时候 不是有八万人吗 一夜之间神秘消失 刚刚我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 事实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3年的时候 他们这里整个城镇全部就搬迁了 是因为这里挨着阿尔金山 他们从地下赚上来的水 那个重金属超标了 吃了对人身体健康有影响 所以说就整体搬迁了 那网上说的 什么被怪兽攻击了呀 那个是电影里面的场景吧 那个是传说 我感觉一点可信度都没有 还有啊 我看网上也有很多朋友们在说 这里就是打造的一个影视基地 现在应该是一个影视基地 但是以前这里正日八白的是一个居住的城镇 是居住的城镇1983年吗 你们算一下 九层一塔是2011几年才拍的 中间那二三十年基本上是默默无闻 就是有了九层一塔他们拍电影了 拍了之后把这里也炒火了 但是走青甘环线这边 转一圈的话 从这个景区路过来看一次也是值得的 因为这样 感觉能和电影里面的主人公更近距离的接触 走了黑妹我们回去了 太热了咱家小咖啡还在车厢里面关着呢 喜欢的朋友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我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个视频见 下个视频 下个视频